大家好我是奈妮 奈妮今天要讲那个松紧带裤的裤腰 如果你买回的松紧带裤像我手上这一件 他就是里面没有穿松紧带只靠这条那个螺纹 但是这一条螺纹就是他又不是很紧 那要该怎么办就是你穿在身上 你会觉得可能刚刚好 可是当你蹲下来的时候 哇那你的那个 你的内在没出来哈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天哪 那应该要怎么处理啊 那其实就是还 其实还蛮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个松松垮垮的螺纹里面 给他穿一条松紧带 那这样子你穿起来的话 你的内在就不会跑出来跟人家哈罗了 那要该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准备在裤腰这里 等等我看一下 他是怎么车的呢 哦他是往下这样折下来车的 其实这个好像不是螺纹 好像是这块布本身 哦我刚刚一直以为这一上面这条是他另外车缝的螺纹 结果不是是他这块布他的本身的弹性这样子 这样其实也是还蛮危险的对啊 因为穿在身上你穿你站的时候还好 可是你如果是蹲下来的时候 哦那真的很尴尬 因为我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对松紧带裤 那个松紧的要求还蛮严格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裤腰这个地方 挖一个洞 现在准备挖一个洞 把松紧带穿进去 好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再大一点 挖好一个洞之后准备好我们的松紧带 那松紧带的话呢 就是依照你的腰围下去踩 那像我的话 我帮人家捡帮人家改松紧带裤的话 我通常就是 比如说这个客人他的腰是32 那我大概会减33 然后车缝的时候就是 车刚好32 或者是31 但是我松紧带会故意减长一点点 因为我怕说如果哪一天 他如果说他觉得松紧带太紧的时候 想要就是松一点的时候 至少我捡长一点还可以帮他就是放放宽一点 放长一点这样子 对那有人就会说那也没有简短也没有关系 就另外再接接一小段就好了 对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接我那边剪长一点也不要就是一条松紧带上面接了好几段那个小段的松紧带这样子对好 好那就不要太讲太多的废话我现在就准备穿松紧带进去那我现在就拿出我的小夹子 这个去十元商店啊或者是手工一瓶店都会都有买 那你就跟他讲说我要买穿松紧带的 那他会有两种工具一种工具是我这一种 另外一种工具就是藏藏的然后前面好像有个特别明显的钩子这样 好我们就是把松紧带穿过去一边穿这只手穿另外这一只手拉 拿成枯一样 好 继续 好那我快回到我的起点了 这时候呢 准备把我的松紧带给拉出来 这时候拉出来了 我会把松紧带两端的头堆起好 然后用夹子夹着 然后准备拉 把裤腰拉平均这样 那因为我松紧带有用夹子夹起来 所以不用担心他会跑进去 所以看一下 好他给我跑过去另外一边 我把松紧带拉回来 那有时候小心一点 因为我刚刚太 太大意了 居然把我的松紧带 头拉进去了 那我现在要把另外一头抓进来 刚我应该要把两边的头抓住了才对 好 好 好先不要理他 再拉下去我就把松紧带拉又拉进去 好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现在先把松紧带 先把松紧带两边的松紧带交交叠 然后车固定 车固定 小心车的时候不要车到布 好 我的线给我跑掉 串一下线 车固定 车固定你可以来回车 我大概都会车三次 这样比较老固一点 好 车好之后就拉一下 拉一下 不小心 弹到那个 弹到我们的剪刀 好 拉好之后拉平均 好了之后呢 我们刚刚拆开了这个口的地方 给他车 车一道压线 车压线固定 等于是把它封口的意思 但是封口之后还没有结束哦 封口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动作 好 刚刚这里 然后这里呢 如果你布本身 毛边没有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不用考课 如果很严重的话 那你就要考课 那我没有要去考课 起身的话 起身跟结束都一样 要倒枕 然后退到腰线 好 结束倒枕 车好之后把线头剪掉 刚好这一件裤子 除了蓝色还有其他野色 所以我车一到压线也看不太清楚 车好之后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刚刚发现 就是 你的那个 你的裤腰啊 比你的松紧带还要大 那你 你这样子在穿的过程中 就是穿啊 或者是洗啊 它这个松紧带在里面 它会很容易翻来翻去的 因为你 松紧带并没有把它包得很轻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我看一下 你可以 有的人会在松紧带中间 车一道压线 但我不喜欢这样做 因为 你到时候松紧带 松了也要换松紧带 那你 车的那一道压线 你到时候又要拆了很久 然后车到 拆到那个 拆到昏天暗地 然后又觉得说 当初为什么自己要多 多测那一道压线 所以我不喜欢这辆车的 那我通常都是在 那个 欸 在四个地方 就是 屁股还有前面 还有这这两侧的地方 车一道短短的直线 固定出那个松紧带 那这一件裤子呢 我是想要前后多车 好 不要好了 那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说 你可以麻烦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 在你的裤腰这边 松紧带下面 大概下 下来 靠近0 欸 看一下 松紧带在这里 大概在旁边 这样去 应该大概0.5公分吧 再多车一道压线固定 就是把你的松紧带 包得很紧这样子 那它在这里面的话 就不会翻来翻去的这样 好 我决定 不在四个 不在四个地方 车压线 而是直接再多车一条 那个 那个 库压的压 压 那个压线 所以我会在 松紧带旁边 车一支线 这需要我的导封器出现 车这个目的 只是要把我的松紧带 包得比较紧一点 不要让它在里面翻来翻去 那你在车这道压线的时候 不要车到你的松紧带 我曾经有一次车那个 裤腰在车腰线里的时候 呃 车到松紧带 然后结果发现那个松紧带 在拉的时候 有听到线 断掉的声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松紧带 呃 在裤腰上 看起来没有很平均 就是一边松一边紧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是因为 我车到松紧带了 所以才会这样 就是你车到的地方 刚好它的松紧带在里面 没有呈现很平均的状态 可能就是一边紧一边松 这样子 好 那我就再多车一道 我就是在这里再多车到 一道那个压线 然后把我的松紧带 包了比较紧一点 那到时候我在穿的时候 或者是洗涤之后 它就不会在里面翻来翻去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觉得 在你的裤腰再多车一道压线 太花时间的话 你可以像我就是在 呃 屁股还有前面这个地方 还有两侧地方 车一直线的压线 把你的松紧带就是 呃 固定住 固定的死死的这样子 这样其实也可以 那它就不会这样子翻来翻去 对 好 那那个裤腰松垮垮穿 松紧带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